走 加油 打点水 压 我又想我姨回来 我又不想她回来 来 靠我姨 靠我姨父 人分喜事 精神爽 你都消了 我不去看 不看 不看 我看到了 撒疤的 这些鸡 这些鸡 落网之鸡 以前我用了一斤酒 没有把它们灌醉 空荡荡的 来 猪猫猫 瘦肉型 好像是12还是13只 忘记了 很小哥的 走 里面看 这边就只有一头参战母猪 来 现在我们这个里面 有一丝四头大猪 我本来是 要处理要几头的 但是像这个行情太好了 所以我决定这个14头猪 全部把它养成这个 参战母猪 这些 都挺大了 然后这边的小猪仔 快速过 千万不要停留 走 走走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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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这是你们 咱们这个猪场是2020年建的 然后豪宫山那边的猪场是今年宣建的 等于是我三年时间建成两个猪场 这两年的猪瘟真的是让很多的养殖农户省持传重 很多人养完那一击之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我们这个猪场很不幸 由于我们这个养殖技术这一块没有过关 也来了一场比较大的瘟疫 曾经我这个里面有280头这个商品猪 然后那边有39条炮 鲜鱼猪 啊 跑山猪 啊 就来了之后 几天时间 就把我们整个猪场里面 这个里面的猪呢 就全部给清零了 啊 得亏 幸亏我们这个里面曾经辉煌过 啊 赶上了一波很好 很高的行情 否则的话我的亏损会更多 啊 今天给大家道个底 这个租场的亏损值 到现在为止是13万6 这是没有包含我们整个这个里面的建设 没有包含我们现在这个里面的租的 这么一个一个亏损值 啊 其实亏损的不多 然后 呃 今年的三月份 我 把我姻父找了回来 偷偷地找了回来 在我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妈妈是打死 都不会再让我人养猪的 啊 我要是跟他讲了 那百分之百有一餐打 啊 这个少不了的 啊 呃 就没想到这个事情呢 就是因为这里来了猪瘟了 来了猪瘟了呢 你不可能养的太多 我这么大一个场地 不可能协制嘛 对吧 那就随意的养一点 先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嘿 没想到它就成了 其实养制的方法这些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两点 第一点是人员不能够轻易的进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给大家看这个地方 那个上面有一个黄色的那个东西开没有 那个就是那个水莲花 就天气很热的时候 猪是很怕热的 啊 我们这个场地当时建设的这个高度不够 然后里面的温度 其实猪很多的时候 它是比较热的嘛 那就把这个地方来给他们做一些降温措施 就是这样子的 按照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布局 明年阿门猪草的这个里面 200头饲料猪可以出来的 然后我们那个 呃 跑山猪 乌军猪那边的话 呃 能够出到 200头左右吧 啊 就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兄弟们 我感觉今年的猪价的行情 就是明年猪价的行情 它再怎么样 它应该也不会低于 不会低于10块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咱们还能够继续的 接着往下干啊 10块钱的话我们有钱赚了 就是这个样子 好吧 这个猪场介绍完了 明年好好干 加油干 把两个猪场呢 把它给重新搞起来 然后 呃 我感觉我什么东西都养变了 猪羊 猪牛羊 鸡 鸭 全部都养变了 唯独一个东西 就是没有养鱼 就是没有养鱼 呃 你像我这么大一个老板 怎么可能没有鱼呢 对不对 我叫我姨父 然后带他到那个地方去看看我的鱼 嘿嘿 很大的哦 我的鱼 那是我的鱼 来 那么在下面呢 这边要做个人的 我说我姨父 这儿去打 要做个人的 这儿去 就这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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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这个里面是我们的鱼库 这个里面现在保守 有几十斤啊 有几十斤 有几十斤 我们前面上一次来搞这个鱼的时候 里面鱼不多了 没想到这个鱼全部都在 到了下面这个铁里面来了 保守是三十斤以上 有 就这个用筒 那边 我 就这个鱼库 下来了 他抓了两筒 两筒下来了 而且我姨父还养了一些甲鱼 嗯 嗯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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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七爪子的脚印 屁肚 我准备明年再淘质三百块 把那个鱼塘再给它扩大一点 然后里面再放点鱼 走 进屋 大家看这个羊的啪啪了 这是口水的羊 应该 我的鱼鱼的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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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里面如果不养这个 跑上猪了 那我总得要养的羊 对吧 我哪天跟口水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之后 我们那个打个偶房之类的 这个水搞完 搞完我要回去 今天我们要早点回去 不搞完下 不 早点回去 我的晚上在这 你们看这是我姨父留我的 好了 昨天我在家里面把所有熏鱼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 那这会有点时间 我想去市里面看一下老婆 这个是红菜台 这个地方太密了 打掉一点 可以了 老婆不来要赢吗 哎呀 听不懂他进去 我其他菜都看不上了 其他菜看不上了 你看这看 哦哦哦 那上一家里面好的 哦 在那个家里面好的 家里面在那个家里面 在他的家里面好的 人都不在家 这个是什么好处呢 嗯 啊 这个是什么方法 说我现在给你抓紧 要得 那我帮你去台湾 来 放到哪里里的 嗯 你今天做要的呢 还不晓得 还不晓得你 那一顶 一顶 一顶 我要不要给你吃的 这个我要给你吃的 我家里面这么多鸡 多了 把这些拿给鸡吃 然后顺便抓只鸡 我想抓这只黑色的鸡 或者是那只麻色的 就你了 就这只 替上围裙 给我老婆栽一只鸡 这鸡本来就是为她买的 我老婆快要生产了 预产期还有半个月 快的话 说不定就是这几天的事情 因为这段时间我老婆肚子里面 就是有一点那种温温的震痛嘛 然后快要过年了 我这件事情也挺多 也挺着急的 今天凌晨两三点钟就会到那里 然后这段时间还会寻一些 一些土猪肉啊 然后学一些腊肉 那个跑上去的腊肉啊 这什么东西都堆在一起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 再向我老婆要钱了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种感受 这个孩子啊 就是马上要出生的 这哪哪都是需要钱 所以就 到时候赚的年花钱 赚的年粉钱 烧水 烧水 然后帮忙去医养 咦 我以为没气了 今天去外面灌了四灌气 家里面 其实在人村里面生活的压力 其实也挺大的 尤其像我们这样的 尤其像我们这样的 我就是昨天晚上 把所有的数据又算了一下 今年的这个支出超支 一百一十个大不了 不是向我老婆要钱啊 这实话实讲 再加点水吧 加点水 然后赶快去医养 这个鸡 这个鸡还是挺好帮忙的 我来是养这个头鸡的 那网上来就是有些人在说我们 自己老婆做月子都不吃自己家里面养的鸡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成何谈喜呢 就是一乡一熟 我们这边的规矩 有陶江地区的人都应该知道 可以帮我们说讲句话 这边的人都是吃老母鸡的 真的做个月子 吃个十几二十只老母鸡 在我们这边是家常 家常变换的事情 就不是说我们是养这个土鸡的 完了之后我们的鸡 我老婆就不吃我们自己养的鸡 非得去别的地方买 我觉得在人村里面创业真的也是挺难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理解 你看这个鸡 就是我们这边号称的土鸡 你看这只鸡多大 六斤以上 七斤了 不说了说远了 赶紧 赶紧把毛 把这个水打开 然后看到黑色的部分 就把它拔掉 这样子这个鸡啊很快就刚刚晕晕 这个就是人村土鸡的样子 我已经打仗好了 这鸡快四碎 你看这边的鸡油都有小半斤 水 哎呀 然后鸡青菜 好了 咱们都去齐了 穿个衣裤 都倒了 好吗 先几两层水 剩下的待会让我儿子上下来 两个人一人提一桶 哇 美女 哇 美女终于回来了 妈妈 我都顾安了吧 哦 一人就说这个 哈哈哈哈 你这哪个鸡肉 你这哪个鸡肉 你这哪个鸡肉呢 哎 你这小菜 你这怎么着呢 我今天是 那你搞我的 我的烤架 搞那个烤架 我会的嘛 烤架搞得差不多了 明天还要整理一下 嗯 一只一只鸡做鸡丝 你看我老公又拿这么多菜过来了 嗯 天呐 带着鸡 这鸡还 我母亲爱着我 哦 那时候我拿过来包档枝 一点点小时没事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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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没有的问题 我妈妈过来包下话 还没包 哈哈哈 但是我给你带个顿子不 马上马上 走吧 啊 下个 回来啦 饿了没有 穿个鞋子 做个鸡翅啊 可以吗 哎 你要不要走 你要不要下去 拿那个水上来 踢水上来 车上面还有 他在车上面 咱们这边的鸡 就是长大块 我都忘记要你给我再三口瓶过来了 那你全部三口瓶子 哦 哦 搞法很粗鲁啊 高烤锅 我们家里面就是 不能够扫高烤锅 我们的厨房神器 对 下鸡块 加点盐 嗯 嗯 嗯 说实话 我都迫不及待了 哎呀 好神啊 4成4年的鸡 哎 再看下这个去吸 拍到啊 妈妈去吧 妈妈 我不冷了 我不冷了 哇吃饭了 哎呦我这里面来 那我这边去 嗯 你可以带这两个后面吃的 嗯 那个菜也好吃哎 嗯 对 我忘记姥姥汤好 好吃啊 我要些吃一块肉 哇这肉好大一块哦 8块 看来没有咬的洞啊 咱们咬的洞 你咬的洞 哇 我都很久都没吃个小肝了 我发现我做一餐鸟喊就像沙拉 嗯 我做一餐鸟喊就像沙拉哩 哈哈哈哈 我都咬的 哈哈哈哈 嗯 骨头的发音啊 这么神奇吗 哈哈 你等会儿你看一下 好 现在的洞是吧 对啊 好不爱死了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回家里面可忙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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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兄弟们啊 咱们这个 你又是一个吃肉的孩子啊 肉孩子 啊一个肉是肉的 哈哈 来猴子 这块鸡头我给你吃 嗯 这个好像好吃 嗯 你不吃皮可以那皮等一下给爸爸吃 那皮水给我呢 嗯 对 你老爸喜欢吃皮 好 多喝点汤 嗯 等一下汤 没事 真的 只要吃这种 肉汤啊肉啊 他发音就快 哈哈哈哈 这东西太厉害了 没事没事 就几天就出来了 真的不能吃那么多了 哼 哎我实在没快的你啊 你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哈哈 像你 我给你讲 你俩肚子现在太小了 还小吗 小 你看人家说我肚子超级大 不你肚子真的不大了 这个时候你 你生说的吃到起码一个六斤多就是最好的 对不对 过两天去做笔草看一下他有多重啊 对你像肥子那个小家伙 一生说就八斤熄了 那叫什么感觉 八斤多对我来说是不可能 哈哈哈哈 跟他哥哥差不多中就可以了 对不对 非子 嗯 释放真的 非子 不要把他释放 待会儿不要说我们 说我们一直亏待你 没有 知道吧 你这我讲到哪里都讲不过去 你都还不过来吃饭 吃饭了 好吧 拜拜 停了停了拜拜 吃饭吃吧 来来来来